其實不只是土豬年的問題 您知道逢九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嗎 我們從歷史的軌跡來看一看 張律師 這個逢九的問題就像人生 如果流年走到逢九的時候 基本上也會碰到最坎坷 最危險的關鍵點 那我們回憶到 大概是1909年的時候 台北的中和就發生過地震規模 7.3的地震 那我們看1929年是武士運動 1939年是二治大戰 德國侵略波蘭開始 1949年是國民黨敗戰 所以退守到台灣來 1959年是八七水災 1979是台灣跟美國斷交 1989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1999是台灣的九二一地震 那我要講到說 為什麼09那今年是關鍵的19年 如果根據退背圖的預測 到目前看起來 康熙六十一年的推背圖是準的 譬如說這個下面的圖像是17年的 它是台灣跟大陸的對峙關係 一個是刀 一個是這個擠 刀跟擠的對峙 但是我們兩個沒有交鋒 但是這裡已經講到 啟之天下兵陣鴻 就是2016年底 11月25號開始軍機繞台 然後接著越來越密集 那今年就是19年 以康熙六十一年的推背圖來講 那個刀跟擠變成了箭跟槍 我們說純槍捨擠 現在槍跟箭兩個是平行的 所以他講擾擾茫茫大兵起 不畏軍王不畏臣 要清隆才能轉化 這是推背圖的預測 那這清隆是什麼 那地震有人認為是隆在翻身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的震 為什麼是個非正常的能量釋放 我覺得是有猶豫的 那我回溯講一個真正我經歷的事情 這個2009年八八風災 那一次是台灣人都記憶遊戲 那一次台灣這條魚 就扮毀了半壁的江山 那在那一年的之前 是08年馬總統當選 那他當選後 在09年年初的時候 剛好我從彰化要回宜蘭 所以我就經過新竹的時候 跑去天宮廟去抽了一首籤詩 我想問在馬英九當選之後 台灣的國運是會好還是壞 他當時抽到的籤詩是這一支 他的籤詩是說 這個好將心地力耕耘 彼此三頭總是焚 因地不如心地好 修為到底卻輸君 那我覺得說 問國運講的彼此三頭總是焚 我覺得我被抽錯了 可是這三杯仔仔抽出來的籤詩 要問天宮有在的 仔仔先兩杯 你如果問要抽這個籤詩可以嗎 最後要抽這兩杯是這一支 可是這是09年的正月 大概初五左右 就那一年09年的八八風災 就是一個非常慘痛的焦訓 小林村的滅村 死傷了五百多人 那就是所謂的彼此三頭總是焚 所以可以一句就可以說到說 真的天宮材啊 但是天氣不能洩漏給百姓 那更奇怪的是後面這一句 修為到底卻輸君 以台灣的這個總統就是所謂的君王的君 那輸君什麼意思呢 唐朝的推背圖有一句話是清朝的金聖探所註解的 他是預言說中國國民黨的黨運叫做生我者猴死我雕 那怎麼解釋呢 先輔的解釋 這個猴呢就是老孫 就是齊千大聖 就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國國民黨 創立的黨 國民黨人士叫孫中山 結果死我雕 雕呢翻字典叫做鷹鳥跟鳥鳥 加起來就是鷹鳥 就是一九 所以呢馬英九把國民黨的基督毀掉了一半 他命脈斷掉了 那就是說 這一次的Data 那因為為了節目的要求 我又特地跑去行天宮去抽籤詩 抽一支郭董的籤 今年好事一番心 富貴榮華脆乳生 都集在你一個人身上 這個應該是確實的嘛 前段沒問題 後段就比較疑問了 就誰到機關難料處 到頭獨立轉傷神 那個立也可以做力量的立 這是上中下哪一種 中中吧 中下 中下千 後段是不好的 前面要進行陣 九二一大地震 確實毀了台灣蠻多地方的 那個一震呢 真的全台各地 大家都批批 震毀了不少龍脈 對 但是是不是相對也出現了一些好的地理 當然這個是相互對應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提到龍脈部分 是從垮腹追日的故事裡頭開始 垮腹呢 基本上追日之後呢 他後來不是累倒了 然後他躺下來之後 那他身體裡頭呢 很簡單 他的毛髮就變成我們的這個 所以說的山林 那相對的 他骨骼就變成我們的岩石 那相對土地的話 就是由他的這個肉的 肉身的部分 那麼就變成我們的這個土地 所以在風雪上面提到龍脈的時候 其實大概有分兩個 第一個大概就像我們身體 血管 血壁上面 會有這個所謂的穴道 那這個叫做平原龍 那第二種呢 就是山在走的時候 那個山脈叫這個所謂的山岡龍 那以台灣來說 主要大概分成五個比較重要的龍脈 第一個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這個是雪山山脈 這個部分 第二個呢 這一個地方是中央山脈 那再往下看的時候 這裡呢 還有阿里山山脈 玉山山脈 以及海岸邊的這個 海岸山脈這個部分 那如果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以台灣你把它橫向來看的時候 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它很多人都說 它看起來形狀像金魚 又有人把它當作骨 古代的一種大魚 這種神獸的時候呢 這個主要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整個看起來就像 我們人的 脊椎 脊椎的部分 其實魚的部分這個也是脊椎 那這個時候就會提到 其實台灣的這個龍脈 在早期的時候 早就被破壞過一次 當然剛才提到 九二一的部分 是在這個地方 大部分的山走山 我們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平原龍 那靠近這個山壁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整個山壁走山以後 那在風雨上面來說 山壁走山也就是上面的樹 草整個走掉 那其實就像皮膚破了一樣 你身上的毛髮整個就受傷了 這條龍脈就受傷了 那這一種地震的關係 我們就是這個天然的一個 龍脈的一個走位 但是呢我們曾經發生過 第一個這個主要的就是 所謂的山脈人為的破壞 就是當初在做這個蘇花公路的時候 那麼為了 因為這邊大部分來說都是岩石 所以當時為了要榨山 要建這個蘇花公路 所以當時就是很多的這個農民 那麼在這個地方 用榨山的方式來破壞這一條龍脈 那麼建造這個道路 但是其實在當時有一個比較嚴重的事情就是 當這條路在建造的這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到包括後來 那老蔣身體開始出現了狀況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脊椎骨就像我們人主要支撐的這個部分 它影響的就不是只有單獨的地方的民生 而是以整個國家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主要的一個國運為主 那第一個老蔣身體變差 然後後來呢 我們當然老蔣過世以後 小蔣上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蔣經國先生上來之後 那你會發現他有非常嚴重的糖尿病 然後原家幹先生的時候呢 當時其實大概發生一個 這個所謂的很嚴重的中風事件 那其實當時的這個代理總統 大家不知道印象深不深刻 當時有個郵包的一個爆炸案 然後把他這個手整個給炸傷了 他就是難免傷筋動骨 其實有時候就是說他不要 主要不要傷到那個龍脈就可以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規劃 就像其實曾經有一件事情 那你說中橫都打通了 中橫應該也很傷吧 那個影響倒不大 倒是反而我們像在台北市的時候 做一個結彎曲直一樣 其實在風水上面來說 原本彎叫取水友情 取水友情其實用科學角度去看的時候 因為彎彎曲曲的地方 那麼水的容量 容納的這個容量就變大了 所以原本我們在台北市來說 不會因為下一場好雨 整個就淹水 因為它水容量它是可以增加更多 可是當你結彎曲直破壞了它以後 那麼同樣在這麼長的一個河道裡頭 它的水容量面積變少了 所以原本可能要500才會淹水 結果變成300 它就淹水了 就是人為的做太多嘛 再來看看 其實1660年台南大地震的時候 一不小心居然震垮了政權 是 沒錯 這個贏贏叫負責輸 本來後來台灣統治三十八年 其實是台灣 台灣錢櫻腳脈的時候 那時候木桶 看我的人 或是說台東的 會補四五點去喬京的時候 生活都帶了幾十年 這樣好起來 對台灣錢櫻腳脈就已經開始了 那讓人那時候 除了說六阿批 一年燒十萬鐘去日本以外 人家的食物 還有這個甘蔬 做糖 燒到歐洲的有夠多 那時候台灣是很孤魯的情況 這個 讓人的政權 這個總統叫做葵伊 因為台南大地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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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那時候讓人家的燃料和太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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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就是聽我說 就看到 amor 比農 因為專路還要大 水還在群不可以入 但是那時候葵伊 表解這個東西 它跟海軍艦隊、 процесс加密 進入 快點把它修炼 最吸引 Pam grabbing 鍵團的司令如何 把整個鍵團帶走 那你冰就跑掉了 純也跑掉了 跑也跑掉了 那你怎麼跑 好啊 結果雅加達比較快 你們救冰快來 結果救冰一來到岸邊的時候怎麼辦 收到大紅胎 幾個純都拍拍去 還撞到這個酒頭 撞到海岸 全部都沉下去 沒辦法撿 這個就是說 岸邊那麼順利 他們也要蒸山 八國也沒辦法進來 因為水無關嘛 那時候燃到什麼程度 端午節的時候 想要蒸水的時候 就要拜祥 屈原嘛 就要去做一個紙米 沒有紙米啦 只好把韓子溫嚼嚼的 下去煎 煎一煎 放幾顆蟹鱗 放幾顆蟹蝦 豆芽菜 煎一煎的這樣來拜屈原 這個蚵仔煎開始就有才了 那時候正常說 吃到這個魚 什麼魚啊 這麼好吃 什麼魚啊 師父魚 放到那邊去 那邊聽說 什麼魚啊 就說 沙巴魚喔 沙巴魚喔 沙巴魚就從那裡來 正常說 吃到這個麵怎麼這麼好吃 什麼麵啊 怎麼這麼Q啊 這麼好吃啊 那時候餅子 剛才都會顧著 在顧著的時候 都要出來了 伊 伊 伊麵 伊麵啦 那就是都為了來 你講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阿鐵神宮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 慢慢把車到旁邊都圍起來 圍起來 這些蚵仔煎都沒辦法了 全部只有導航 還有伊 米 湯 還有蚵仔煎湯 多多用耶 這個蚵仔煎到沒辦法了 全部都已經 這個鐵神宮圍起來 沒有水 斷水 斷電啦 那要怎麼樣 只有導航 導航的時候 千萬人帶他回去 但是有幾乎的父母不回去 他們都留著要怎麼樣 台南叫林家 林家 所以 我們台灣那時候 初期的時候 還有一些紅頭髮的人 對這裡的人 所以這個蚵仔 回去好像破了十二年耶 那邊講到裡面說 南四流地盪 我也不用整個這裡啦 台灣人地盪 也是老身材材 來繼續吃我們吃 喝酒的喝酒 我整個這裡啦 到時候他們怕你 這裡拿錢 給他報菜 讓他假釋 寶釋 這樣這樣出來 這樣會有自由 好 我們剛剛講到 這地盪地盪 大屯山的火火山會不會被犯行 大家很緊張 其實在屏東有一個小小的 擬一火山 三不五時就來鎮一下 對 它其實 它去年 我記得年底的時候 它就噴過 而且它這一噴 你別小看它 它附近的那個 包括玉米田 還有道路 全部都被它噴 泥漿 毀了農田 也毀了路 而且你去看 它在噴的過程 怎麼有火 因為它會爆發天然氣 那這個天然氣 他們民眾有時候 把那個火一點 對 就會形成這樣一個 滿恐怖的畫面 好 馬上來跟各位講 你邊看畫面的同時 來講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銀東萬丹跟西元的交界 有一座鯉魚山 而且鯉魚山呢 也就是泥火山 會噴現在看到的景象 為何叫鯉魚山 因為它的形狀就像個鯉魚 不只形狀 有人說鯉魚山這邊有一個龍穴 龍脈 叫鯉魚穴 那這鯉魚穴裡頭呢 根據民間的傳說 之所以會不斷地 鼻鼻鼻鼻鼻地在爆發 是因為下面呢 鯉魚穴裡頭 有一對一公一母的鯉魚精 那這對一公一母的鯉魚精 之所以不斷地在那邊做造山運動 就是我們說的地盪 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讓真命天子根基更穩固 原來呢 第一次噴發 根據歷史記載 萬丹的文獻 是在康熙六十一年 那時候康熙已經快要掛了 結果呢 那時候泥火山就開始噴發了 噴發沒多久 果然康熙駕崩 駕崩之後呢 產生了一個在清朝史上 最具爭議的天子 雍正 你看看 這個時間點多巧啊 巧得令人覺得頭皮發麻 然後呢 雍正登基之後 隔年又再度爆發 似乎又暗示著這個雍正在位期間 可能又會有大事發生 果然他在位沒多久 他就走了 後來換乾隆對不對 好了 結果後來沒多久 這邊有一段期間 是一段空白 國民黨很妙喔 那個時候蔣介石 他在位了二十五年間 都沒有噴耶 都沒有噴喔 好 那當然也許噴一點點小小的 可是呢 以我們講的這種大噴發來講 都沒有 但是就在他從蔣介石到蔣經國 後來蔣經國去世的那一年 1988年 他突然噴了 而且噴的位置很邪門 你知道他一向以前都在山頂噴 但那次突然他是在平原 蔓延到平原來噴了 惠民 你知道當時很多的一些騎老就講 這象徵了什麼 以前不是都是我們講的天子位 是父子交替嗎 父子 我們講的這個世襲制嘛對不對 他跑到平原城代表要出老百姓的天職了 好巧喔 噴的地點似乎也在暗示什麼 好啦那接下來呢 他們這個我們說的這個泥火山 他其實啊 以現在來看 他一年大概都會噴個幾次 可是過去是不噴則已 一噴 就很大 就會換天子 就會換領導人 好那我們來看看近代2007年 惠民這個你就很有感了 你知道他那時候呢 能夠罕見噴發十次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如果吳吳吳已經罕見噴十天的話 果然出了一個在位很久的 天皇 那這邊罕見的噴發四次會出什麼事呢 政黨輪替 這麼巧 2007年噴四次 12月噴發之後 隔年2018年政黨輪替 那去年底有噴了一下 哎呦 大不大 你說呢在你後面嘛 這算大的 對 那你認為 電話網採訪過 現在剛好正逢總統選舉的這個前期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看 當時這個鯉魚穴喔 因為日據時代的時候 宮鯉魚精被射殺之後 結果姆鯉魚精他就生氣了 那生氣之後 因為連噴十天造成當地的地形地貌改變 風水被破壞了 被破壞之後 有人就說怎麼辦 這裡再出不了天子了 可是姆鯉魚精後來有一點懊惱 一點後悔 你本來不就是在打根基的嗎 所以他後來做了一項補償 什麼補償呢 我們來看一下 十幾位的屏東縣長 我數到現在 有四位出自於萬丹 比較有名的就武則元啊 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比例佔得很高有沒有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隨時會有 擬火山爆發的 如果把擬火山爆發 大爆發的時候呢 跟重要事件來做一個連結 居然發現了這樣很特殊的巧合 花蓮縣政府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花蓮這個地方真是好山好水 縣政府桃檢為什麼有一個很大的 石鎮在那邊 據說跟地盤沒有關係 對沒錯 那麼這一次的規模6.1的地震 那麼非常的特殊 那事實上呢 不是有一個地方 它是七級的震度同門 那你知道同門發電廠在日本 實在就應該好 它就因為花蓮當時一個地震 所以震壞了這個同門發電所 修理了整整三年以後呢 那麼才正式恢復這個發電 在當年啊 因為當時花蓮發生了一個 當年最大的一個地震 規模7.3 剛好跟921大地震一樣大 然後呢 這次不是這個地震呢 不是在中央山脈嗎 很特殊 當年也就是在民國 1951年的10月22號 這個地震所發生的地點 也是在我們台灣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在南湖大山的下面 而且它是極潛城的地震 為什麼呢 它的這個地震呢 只有4公里 那個搖的有多大 全台灣全台灣震度最小的三級 都在搖 而且每個縣市都有災情 然後呢 要命的是它還創下一個 應該是我們台灣地震史上一個 到現在為止一個沒有辦法打破的紀錄 921大地震的余震最多 如果記憶沒錯的時候是6.8 它7.3以後呢 又搖了一個6.8嘛 但是呢 這一次也就是民國40年10月22號 早上5點半的規模7點3的地震 它摧毀掉整個花蓮40%以上的建築物 5秒鐘之內全部都摧毀掉 然後呢 包括花蓮縣政府花蓮醫院全部都垮掉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還發生一件事 為什麼呢 它凌晨5點半睡夢中搖了這個大地震 那麼它的余震有兩個比較大的 分別在早上11點多跟1點多的 這個兩個余震 竟然規模多達高達7.1 各位要知道7.1的地震是非常可怕的 它兩個余震竟然這麼可怕 所以當時啊 從這個花蓮 乙降 台北 基隆 一直到南部的屏東恆春 那麼大概全部房子垮了 壓死人的 最可怕的是當時我們台灣各地 還有煤礦在採煤等等 很多的煤礦就直接坍塌以後 活埋在這個礦坑裡面 所以後來這個地震發生了以後 就跟後來一樣 那麼當時的媒體記者所在的 花蓮的相關的宿舍跟辦公室 全部都垮掉了 所以全部在路邊就直接這樣子 大家就作業了幹嘛了 然後當時因為還沒有慈激 所以是由阿兵哥煮的一車一車的飯 然後拿去給蔡民吃的 最後最後還因為一個謠言 政府被迫出來辟謠 甚至要法辦散播謠言的人 謠言是什麼 謠言竟然說在花蓮的地底下 是一個水庫 所以呢海水都直接 水都直接在花蓮的地底下 再搖下去的話 整個花蓮會全部垮掉 掉進太平洋裡面 所以後來政府還出來辟謠 那麼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呢有一個新美輪的這個等於說 都市規劃區 我們現在的花蓮縣政府 就是這樣蓋起來的 然後呢還有當時垮掉的花蓮醫院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用美國援助我們的美元 重蓋了這個花蓮醫院 好我們來看看這樣地震的傳說 為什麼會呢 這個大家講的人心滑滑 是因為現在科技再怎麼樣的一個進步 地震可不可以遇事呢 始終是沒有辦法 你說火山要爆發了 可以提前疏散 地震要怎麼疏散 疏散到哪裡去 所以呢大自然其實還是有一些神秘的密碼 只要你會解讀 地震前還是有神秘的密碼的 這我要去跟觀眾報告的是 我自己親自經歷的一個事實 我們剛講說 921地震是台灣的百年浩劫 在1995年7月21號開始一直到96年的這段時間的導彈危機 一直延續到1999年7月9號 李登輝前總統提出了所謂的兩國論之後呢 那個影符在台海間的那個動盪跟那個壓力跟即將的那個戰事是被後來的歷史所印證的 那所以當時那時候大家就是在動盪中間的時候 進攻師會來告訴我說 一定要務必要去快速的到泰國去做法事 要用泰國的所謂祥和的這個佛教的這個 佛國的力量呢 匹吉泰來去運化這個乾坤 當時講得非常慎重也非常的嚴肅 那時候我的弟弟呢已經成道叫元璇聖婆 他做先鋒官就帶了這個隊 最重要師父告訴我 行前告訴我 普吉島這場法事最重要 普吉就普遍的吉祥嘛 但是呢他臨場到 那天飛機到飛到普吉島 告訴我們說要追加一場 所以要趕快籌劃很多相關的事情 但是沒想到就在普吉島的深水碼頭 那個法事就失敗了 就功敗垂成 被魔戒 法事失敗是什麼意思 法事人就是機動起雷的時候 他就被影響 然後因為當時台灣有颱風嘛 他認為說 他就交代說不可以下船 可是我們租好船要坐海埔 到海裡面去普渡 因為那一代死傷蠻多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那大家要做 但是他就禁止大家去做 然後那時候就變成分裂 那我是帶隊官後來就被剝奪職權 你知道嗎 然後那場就功敗垂成 然後我們的隊伍從 你覺得魔戒的力量有進來影響 他在接 因為在道考的時候 魔戒在跡身 在講關鍵的時候 有時候會 逼錯 出錯 那主事人必須要 抓住真正的天意跟方向 才能在做最關鍵的抉擇的時候 處理好 可是那次主 所以你們很多考驗就對了 不是說季工要你去做法事 你照著做就好 中間有很多考驗 考驗就是給你出難題 然後魔戒 靈界 會有很多搗亂的事情 那所以那困難的時候 那沒辦法 那場失敗 那我被拔掉的職位 就全部照他們意思做 不照原來我的規劃做 那後來我們 事後回想 你覺得你有聽到真正的聲音嗎 不是 我們的車隊回到曼谷市區 準備做最後一場貴合大橋的時候 車隊在曼谷市區 被那個國王岳母的那個靈車 就切斷了 變成前面七台後面三台 斷了我就知道不急之躁 到貴合大橋做完法事的時候 晚上六點 快到六點的時候 天是變成金黃色的天 然後六點之後 天安下來之後 突然變成紅色 雪紅色的天 那個到時候有圖片看得到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我弟弟元恩聖 我的先鋒官也被拔掉了天職 然後他是借著機身在那裡通靈 我就問他說 天為什麼紅下來 他告訴我你問當地人 他說從來沒有天是紅下 紅色的 那是1999年9月20號的晚上6點15分 那我就問他到底為什麼 他指的那個東北方的方向 貴合大橋東北方的方向 就台灣的地方 他說結束降下來了 隔天921的清晨1點47分 7點3級地震 那我的理解做 如果沒有這個地震 2400多人的死傷 台海在年底的時候 即將可能就是一個戰爭 然後那時候那一年剛好 天文是十字連星 所以這是一個我去曾經經歷的過程 碰到這個情況 那後來到08年的師父告訴我說 要把這個東部發起西部定基 南部北部取水南部出類磚鐵席的法制 最後要定都中原 所以要做一場法制 把這個921浮動起來地氣要把它打回去 那要沉降回去 所以練了一支金楚 然後在921的那個震暴點 去把它打下去 可是很奇怪就是那個布置七星八卦陣法 打那個金楚到這個地底 要把地氣沉降下去的時候 我本來像東北方 日本人還打去的 可是那因為你太金采了就這樣 結果煙霧明白的時候 左錯方向找到西北前方去 打七下打到前方 我都發覺打錯了 結果沒想到17天之後呢 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那師父告訴我說 如果這個樁有打下去 地地有沉下去 台灣的國語會上升 被打去的方向一定會大地震 那真的印證的大地震